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0月28日 禮拜一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有關一宗怪民 據報有個男子追巴士 結果追了下變成打爆巴士車門 是怎樣的怪民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男子在油麻地跑了170米追巴士 上了九巴後炮軍車長沒有停車 結果他竟然打爆巴士車門過後 再逃走 內文提到油麻地發生刑事毀壞巴士案 消息說今天10月28日凌晨1時多 有一部路線26日的九巴尾班車 接載車上十多位乘客 原家事居度是往順天總站方向行駛 逃經勞資審裁署的巴士站 車長看到沒有人等車 於是繼續駕駛 但駛至前面一個燈位的時間 有個男子突然衝前 車長打開車門 但對方沒有上車 車長繼續駕駛 使自到伊麗莎白醫院對開 家事居度與惠里道交界一個燈位的時間 該名男子再次衝近巴士 全程跑租約莫170米 車長見狀再開車門 對方今次上車 立即指責車長沒有停車開門 妖讓一輪過後即場要求下車 車長依然打開車門 讓那個男子下車 那位男子下車過後 試圖用俗稱尿袋的充電器 打爛了巴士車門來洩憤 但尿袋反而損毀 男子把尿袋丟在地上 轉用鎖匙打爛車門 情空過後往勞資審裁處方向途走 車長報警求助同時在通知公司 警員到場了解調查是否有人喝醉酒鬧事 列作刑事委壞處理 正在追輯一個年約30歲的男子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追巴士追到打爛別人巴士的車門 即是聞所未聞 據報這個男子未知當時有沒有喝過酒 另外打爆車門後逃去無蹤 警方正在追輯這個男子歸案 另外亦講講這宗醫療事故 據報有關零實醫院 家屬到零實醫院探病 見到80多歲的父親痛苦 45分鐘內三度求助醫護 不過護士就說正常 亦沒有評估病方 離開醫院15分鐘後 就聽到他父親搶救不治的消息 內文提到 將軍奧寧實醫院有尼西病人家屬 投訴醫院方面涉嫌 然誤救自己 該位80多歲的病人兒子 向零一指今年8月探病時 察覺父親狀心痛苦 45分鐘內 曾經三度呼叫護士或醫生了解 但沒有人評估父親的病方 只有護士就說是正常的 然而當家屬探病離開部出醫院 只不過15分鐘 接到醫院方面的電話 就告訴他父親的心跳停頓正在搶救 之後不治 家屬質疑醫院護士態度膚顯 然誤了救治死者 對於家屬的投訴 零實醫院回覆家屬的信件 和最新回應01的說法是不盡相同 醫院回覆01的時間 就說家屬前兩次向護士求助的時間 護士都有觀察病人臨床的情況 和確認他的情況穩定 但之前發給家屬的信件 就對護士沒有及時為病人作進一步評估而致歉 就說已經向涉事的護士給了一個嚴厲的指導 另外涉事的團隊進行了深刻反思 死者的兒子就說不求醫院方面賠償 只是望討回公道 就說爸爸的人都已經走了 希望醫院吸取教訓 不要再有第二個好像他爸爸那樣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醫院前後的說法不同 之前寫信給病人家屬的時間是致歉 兼且承認當時的護士應該是做漏了事 另外亦說團隊有深刻的反省 不過再到01披露事件 醫院回應01的時間 就說護士當時是有觀察病人的臨床情況 令B雙現在的情況是說 探病的時間短短45分鐘 三度就求醫護或醫生介入 不過護士就說是這樣的正常的 一句敷衍 怎知道家屬離開醫院都不夠15分鐘就出事了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據報相關情況 媒體披露過後 未知會不會有下文 另外亦說這單消息 根據HK的報道 香港女子服屍瀑布底 留下百達通、鎖匙等物品 警方調查死者身份 內文提到今天10月28日早上7時多 警方接獲報警說香港仔瀑布灣公園 疑似有女子倒臥於瀑布底 擔心有人遇獄 消防員、警方和救護員接報到場 將一個女子救上岸 事主昏迷不醒 身體情僵直狀態 其後證實不止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 現場消息說事主年約20多歲 警方在女子衣物裏 檢獲百達通、鎖匙等 個人物品 正在調查死者身份 和倒臥瀑布底的原因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怨死者安息 暫時未知這個女子的身份 據報年紀20多歲 身上留下了百達通 鎖匙特地的物品 估計很快找到她的身份 不過暫時未知為何她會服屍瀑布底 另外亦說到這件事故 根據HK的報道 大埔新娘潭路車禍 電單車疑似失控 自己炒車 女鐵騎士送院搶救過後不止 內文提到大埔發生奪命車禍 在昨晚10月27日11時半 一部電單車沿新娘潭路 往陸頸方向行駛 途經橫衝石間對開時 懷疑失控自己炒車 撞向石膊 姓嫌47歲的女鐵騎士 人養車花 分為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 接受搶救 最終在今天凌晨2時58分不至今 警方正在調查車禍原因 就現場所見 行人路留下這個碟鎖和急救包 未知是否屬於攝氏的電單車 以及是否其他人施救過後留下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相當嚴重的車禍 據保女鐵騎士 在這個事件中 是搶救不至 暫時未知的過程 有待調查與了解 另外亦說這件熱話 根據HK的報道 話說拿著一張紫色的50元 到便利店增值 不過那間便利店拒絕 收這張紫色的50元 據報店員就嫌這張50元太舊 網友批評他不識貨 就問店員是否未見過這張50元紫 問題到了 紫幣太舊竟然被拒絕接收 日前屯門友街坊拿著一張1998年發行的紫色 50元紫幣 到便利店打算增值八達空 不過被店員多次以 鈔票太舊為理由拒絕接收 他之後只好到另一間食市使用鈔票 成功花了這張50元紫 因此法鐵文質疑 認為鈔票也未算舊 政府也未公佈這個鈔票作廢 不明白便利店憑什麼理由不收這張50元紫 不少網友都認為便利店職員以太舊為理由 拒絕接收這張50元紫不合理 就說入不是一仙 為何不收 也說假錢不收 珍珠也沒那麼真 也說對方不識貨 也說這張50元紫是超保值 以上來自HK的報道是否不識貨 這張50元紫是紫色 即是舊版本的50元紫 不過老實說也不是很久之前 1998年 竟然拿去便利店增值的時間 對方說不收 嫌這張紫幣太舊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家裡還有沒有這隻紫色的50元紫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不妨留在這隻紫色的紫色 也不妨留在這隻紫色